如果她的職業是模特兒的話 她肯定是超模 因為她剛剛上推特 她其實是一個很孤僻的人 她的follow的人很少 你不要幫她轉發的話 是沒有人知道跟看到她在講什麼 所以她就寫了一個 有夠想拍唐鳳 我想說你這麼孤僻的人 誰知道你有夠想拍唐鳳 我只好幫她retweet 然後enter唐鳳的名字 結果就想到很快吧 幾分鐘吧她就回了 她是直接公開留言回覆 公開留言回覆 她說沒問題啊 只要你們願意創用CC4.0授權 我們就說沒問題 我們在那個推特收到那個 唐鳳的回覆之後 我第一個時間就想說造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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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第一個就想到她 然後呢我微信馬上就跟她說 Joyce有一個專案啊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參與 但是啊沒有酬勞喔 就是我們每個人 老師說我們想要拍唐鳳 然後她反應嚇一跳 因為那天早上我 早上起來就是很習慣滑手機滑FB 我還在看那個唐鳳的介紹 然後沒想到馬上就收到一個微信說 欸你想不想拍唐鳳 我就一口答應了 完全沒有猶豫 很親切啊 非常親切 對 完全就是沒有距離感這樣子 她最緊張 因為我要這樣量身 對 因為她要近距離接觸 我要遇到酥體接觸 因為她時間非常的緊湊 所以只能就是趁她空檔的時候 趕快幫她量身 你就覺得一分鐘幾十萬上下的人在你面前 她真的是像風一樣 兩身大概不到五分鐘吧 其實我覺得第一次 因為我們很緊張 我們想的一些 譬如說造型有可能 事後也證明就是比較誇張的 我們也不確定 這個人有沒有那個接受程度 所以去量的時候我們都很緊張啊 然後也會很害怕的想知道 她對於服裝會不會有些想法 可是她一切都是反正都愛我們 她非常的乾脆過絕 我們在之前的時候 我就有E-mail問她說 她的接受度 她有沒有偏好哪一個方向 她說沒有 之前E-mail她就說沒有 現場再問 現場再問一次 她說沒有啊 都可以 當初幫她想這個服裝的時候 我當然是先從她的 平常的穿著 我希望她可以穿一個 是可以代表台灣的品牌 是台灣的設計師的品牌 那所以就是我自己 research 之後 我覺得Justine Case的服裝還蠻適合的 老實說 團委員的頭尾是比一般人大 因為她太聰明 沒有 我們那天量完她的頭尾以後 我們有去量別的大頭的朋友的頭尾 一樣 但是沒有那麼聰明 但是因為信念上實在是很難找到 那麼頭尾那麼大的 所以我就是去 特別去訂做了一頂帽子給她 後來E-mail還送給她 沒有 我當然希望可以真的拍到 但是我沒有抱什麼太大希望 阿我就真的很想拍她 然後因為我又聽到大家說 唐鳳只要在Twitter上 add她 或是提到她 她都會回 你看這次疫情的關係 然後她幫台灣做那麼多事情 可是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做一個攝影師 你就是想要拍人 那你也可以想拍陳時中嗎 對 但是 但是 但是我 我的確是很想拍陳時中那個部長 就是因為她太忙了 如果在做這件事情 你是說我們唐鳳有比較閒嗎 也不是我覺得 因為唐鳳可以 我覺得唐鳳比較能駕馭這個 不要害我耶 希望她把Twitter FB的那個頭像畫面 沒有 但是後來希望 不過唐鳳昨天真的把她所有社群網站 Facebook Twitter Flickr的大頭照 都換都換照片了 還 攝影師說 都犯了喔 都犯了喔 她說她的Twitter一直跳一直跳 到現在還沒聽過 你可以感受到 當年我們在股市上萬點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 我跟你說 攝影師她其實拍了非常非常多 可是她很堅持 每一款她只挑一張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為什麼不能夠再多挑十張 因為我覺得每張照片都太棒了 我好喜歡 對 我覺得唐鳳是一個可說性很高的人 沒有喔 我不會 沒有就很滿足啊 就是滿足願望這樣子 如果她 她的職業是模特兒的話 她肯定是超模特兒 其實她比我想像的能夠撐起衣服欸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撐起這樣的衣服 因為她其實很高 但你平常不會感覺到她這麼的高大 因為另外兩套其實會讓人真的有一種威嚴感 對 而她很能駕馭這個事情 這整個弄下來 你就會發現這個人的嚴肅面跟調皮面 因為她的很多行為是非常調皮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大部分姿勢 都是她自己擺出來的 沒有經過我們 對不對 對 就是還包含其他的 其他有一些俏俏很 就是我們後來選了一些照片 其實都還算滿俏皮的 那都她自己決定了 那目前報出來的人 才不要告訴你 怎麼報酸呢 咪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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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要隨便 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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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